民眾拍下這張照片 一位比丘尼拿著化園箱 在公園裡 他當時拿了百鈔 跟零錢投入箱內 但卻遭到對方嫌棄 讓他起的PO文 比丘尼看到零錢就說 一塊錢喔 我很不開心把錢拿回來 他也不甘願的把錢掏出來後 又說了一句 你這樣佛陀也不會庇佑你 讓他起的拍下照片 上網抱怨 回到18現場 是高雄前鎮區的勞工公園 民眾都說 會看到這位比丘尼 每周來化園 但要是真的發生 嫌棄議員零錢事件 民眾都說這樣真的太扯 把人家捐給他的 還是怎樣 他本來就是要誠心誠意他接受 不是這樣 他不是修行人嗎 而這位比丘尼 也有人在PO文下方留言 看起來好像是 之前因為吃肉喝酒 上過新聞的那一位 鬧出爭議的比丘尼 時常被民眾找麻煩 說騙錢而引發口角 而根據高雄佛教團體表示 之前曾討論過 化園需不需要規範 但化園本身就是緣分 民眾出於自願才捐獻 實在無法強行做出任何規定 雖然現在無法確定 議員比丘尼跟吃肉比丘尼 是否為同一人 但若是真的嫌棄零錢的捐獻 恐怕這化的園 也不會是善緣 三選徐士廷古福仙高雄報導